欢迎收看怀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见来宾 首先中京院副院长王健全教授 何荣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科技立志库执行长吴林祥教授 何荣好 观众朋友们你好 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 纽泽勋教授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还有美国共产党前亚太区主席 方恩格Ross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看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日本熊本呢 要不要加码建第二座晶圆厂啊 这是我们今天在第一趴要特别讨论的焦点 我们看到了台积电在美国的Arizona 他们的设厂呢 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在日本的熊本厂的进度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日本方面也很看好这个长线的发展 但是第二座晶圆厂会不会继续的落脚 在熊本呢 我们等一下特别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即便目前在日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呢 资源高度整合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问题 台积电目前的说法还是保留的 9月7号 熊本市经济局总括省议员叫龚腾晃 他就特别表示 未来十年呢 台积电可以创造这个4.3兆日元投资的产值 同时已经带动了许多的供应链 前进日本的熊本 至于台积电的第二座工厂呢 是不是会在熊本设厂 他说根据公开的讯息 他的了解也是正在继续的评估当中 而熊本也正在等待台积电的最后决策 但是没有办法决定会不会还是一样 第二座厂是在熊本设厂 另外呢 现在九州有许多的半导体的产业据点 九州呢 一向有日本细岛支撑 有很多这个半导体产业 包括像设备厂 化学材料厂呢 都在九州这个地方 所以呢 业者之间合作非常的紧密 其中呢 台积电的JSM呢 就在距离熊本市很近的局洋厅 那么Sony 富士也都在这个地方 那东京威力科创呢 则是在何志市 我先要请教吴老师啊 就是台积电的评估 通常都会经过一个非常全面 全盘的评估啊 如果我们从台积电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现在在讨论是 第一座的这个晶圆厂呢 现在看起来建厂是非常的顺利啊 但是目前讲到了第二座 会不会继续的留在熊本 那么要不要继续的加码投资 来盖这个第二座的这个日本厂 哪些评估的项目 会是台积电觉得最关键的部分 我觉得最关键 第一个就是补贴 因为熊本的一厂呢 总投资金额大概接近90亿美元 大概86 87要看这个汇率啊 那熊日本的政府是投资34 35看这个汇率 就大概接近一半 而且拿钱呢也给的蛮爽快的 比美国人爽快一点 然后呢这个整个的配合是非常的好 这一点很重要 那当然日本国内也不是没有杂音 所以拿这么多钱给一个外国厂来等等 也是有杂音的 所以补贴很重要 可以减少他们去的成本 台积电去的成本 补贴是关键 对第二个呢你刚提到市场啊 客户产呢对客户当然也很重要 熊本一厂里面有Sony 日本这个新力啊 它的主要是需要台积电去做那个CIS 就是CMOS Image Processor Image Sensor对不起 Sensor就是Image Sensor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产品用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那而且这个量非常非常大 Sony也讲了很多次说 你来这个一厂是不够的 希望你来到二厂 所以这个客户呢也是有考虑 所以将来是不是稳定有订单 第三个台积电也要考虑自己啊 我们大力去协助你让我们自己人力够不够 现在台积电送去上个月底吧 大概去了200人了 然后加上家眷呢 大概有五六百人 然后前两天开学 台积电已经有十位台积电的子女 小孩在那个地方呢 已经开学了 最终呢可能会总共会达到750人 员工眷属加起来 那那个员工的人数呢 比大概400人 比过去我们估计的 大概多了一些 大概多一两成吧 所以台积电要送去的不能太差 也不能没有经验 但你把很好太多 很好的很优秀的 有经验的工程师都送去 自己内部的是不是能够补得上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这三个考量 一个补贴 未来的订单 还有自己的人力 是不是能够配合得了 能够承担得了 这都是要仔细考虑的 然后你刚刚说台积电有点保留 事实上台积电一定是压子滑水 在仔细在评估当中 但也没有必要这么快就答应嘛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求他去 他稍微保留一点姿态的话 也有一些筹码 可以得到更好的条件 的确这个半导体 全世界这个行业变化太快了 所以你即使再怎么样摆密 也会有一书 所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当然做更仔细的评估 是比较好 不需要急着做决定 那您觉得如果真的能够 盖第二座晶圆场的话 大概应该也是落脚在凶奔吧 我自己倾向这个方向 但是也有第三场的谣言 都已经出来了 你现在只在二场 连三场的这种说法都出来 因为你想想看 日本各地的政府 也在积极的去要求 希望他这么棒的一个外资 到我们这个境界来 到我们这个境内一来的话 房地产什么都跟着涨起来 就对当地政府也很有帮助 大家可能绝对不止 熊本一个地方在争取 吴老师提到了很多的数据 那目前根据我手边的资料是 台积电从台湾界调 大约有400名的员工 再加上350名的家人 那么总共大概是750人 到日本的熊本 比原来计划增加了 大概约20%的比例 那最近在日本 由中国信托 中信金控 他们所举办的 日本投资实物论坛 也看到了在9月7号 中信的总经理杨明祥就表示说 因为台积电的进驻 在熊本这边 所以供应链重组 地缘政治紧张 种种的因素之下 日本等国家 积极地向台积电 还有联电 这些晶圆大厂来招手 而根据他的了解 现在已经有35家的供应链厂商 正在规划 或是已经进行跟进台积电 到日本去投资 那么王老师 依照您的观察 随着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的落脚 那么对于台湾企业带动 在日本有可能会形成 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聚落呢 我想日本 这一次台积电到熊本去投资 第一会带动 数百家的一些产业聚落 那帮挖他的一些 这个就业生活等等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聚落 那第二场 开始如果说野菜附近 就是一个产业群聚 因为半导你追踪的就是cluster 它一个供应链 那这个东西一个生态系 所以不但是一个供应链 还有上游的原材料 那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 决策很慢的一个 但他一旦做决策 他就会奋力去执行 因为日本其实他为什么 发展半导体 他过去30年都已经空窗期 为什么现在又死回 因为日本担心半导体 没有半导体的话 不仅是他缺掉的问题 甚至他可能影响 他未来主力产业 汽车还有工具机 还有机器人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全力以赴 甚至他现在开始规划 俄赖米 但俄赖米这个事 还有点太有了 有一段时间 但是日本利用半导体 因为日本过去10年为什么起不来 安倍设了三支箭 为什么起不来 一个货币政策都成功 但是日本的产业政策没有成功 第三支箭并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新产业 日本勉强过去10年来 可以看到的产业就是大概是机器人 但是一个小的领域 所以这个半导体起来 还有日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为什么半导体要做好 因为日本现在开始 美国开始把捆托锁打开 因为要对抗中国大陆 所以让日本在2027年 整个军工武器的设备的国防支出 到2.5兆台币 所以将来军工武器重工业会更上来 重工业半导体上来 所以军业代工厂的产能就不愁 不愁这个会有空缺 所以这整个群体下来 日本整个会耳目一心 所以日币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提 等下可能是相对的走势 不过这个可以说是牵一把而动全身 所以你看现在在台湾这边 根据中心经过他们的评估 就是说除了台湾前往日本的私人消费 在今年已经达到1736亿日元之外 企业到日本投资 在2022年已经达到120亿美元 跟2018年相比来说的话 是成长了三倍 那么台积电雄本设厂 也带动半导体 刚才特别王老师有提到 供应链在前往日本之后呢 企业到日本的投资预估将会更多 当然除了这个企业到日本去投资 除了带动活络当地的经济之外 当然刚刚除了除了讲说供应链以外呢 还有就是房价 因为有雄本当地的居民就说 在雄本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台积电所在地居养顶 那么现在住商的用地价格是去年的三倍 已经涨了 那么连雄本市区的房租都涨了三成 当然在台湾我们知道呢 不管是台积电原先竹科 还有包括呢现在说要去高雄设厂 台积电用地附近的这个厂区附近的这些 住房用地呢都涨了非常的多 在台湾就有这种逐台积电而居的制产模式 可是这种模式会不会影响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比较不爱炒房 但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呢 刘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如果从这整个总体的环境结构因素来看的话 台湾的一个逐台积电而居 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 会做一个制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说的话 或许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影响 那但就是说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要做持续的一个观察 但我认为就是说 会影响它的一个逻辑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 何龙兄您刚刚提的相关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菊阳丁 它的整个住商的一个价格已经翻了三倍 或者是雄本市区 它的一个房租大概也涨了三成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讲的话 它确实会有一定程度带动 或者是扩散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 台积电在雄本落户 这基本上对于整个这个产业聚落的一个形成 或者是强化 它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注意 那对于当地经济的一个拉台 确实会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那你经济拉台之后 或者是经济越来越行活络之后 你房价会涨 你物价可能也会涨 那这样的一个房物价 都涨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因素 就会直接反馈或者是影响到 一般民众的一个心理层面上面 那所以等于就是说 日本人本来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炒房的一些观念 但就是说这个整个 因为投资的一个效应 产生房价跟物价都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说不定就对日本人会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诱因 或许他们对炒房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种兴趣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推估 那但就是说不管如何 如果从这整个的一个 日本的国内政治 或者是从整个国际政治来看的话 台积电在日本的一个熊本设厂 其实我觉得对日本的岸田内阁的整个的一个支持度 或者是他那个内阁的一个稳定性来讲的话 都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加码的一个效果 因为毕竟我们都很清楚了解 这个整个晶片 它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稀缺资源 意思也就是说 全世界都在缺晶片的一个当下 日本争取到台积电去日本熊本 去做一个设厂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其实就他这个整个国力的提升 或者是国际的一个影响力 或者是他跟其他国家在进行整个这个 谈判跟博弈的过程中间来说的话 我觉得有台积电做一个筹码来讲的话 其实对日本的一个谈判权力的一个增加 我觉得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明显注意 是我们知道说日本的房市 其实他们已经低迷了好一阵子了 但因为这个台积电进驻熊本的关系 现在不只是租金 你说买房也好 租房也好 这个价钱都上涨 可是回推到说当地 就是熊本当地的经济也好 或者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好 刚刚我们提到很多的利 但是利一定也有币 利币怎么去评估 利币就是像你刚刚说 放假和掌握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日本中央政府 台积电去熊本设厂 不是因为要创造当地人的力 或创造供售机会 就是因为日本怕两岸打仗 所以他们希望 安全考量 对 这个是 分散风险 对 其实我觉得创造当地人的工作机会 或当地的商机等等 完全不是日本的考量 日元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而且现在根据市场人士的看法是 还会一路跌到明年 这怎么看呢 日元最近创下了两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9月6号日元创下了两个月 这个新低点 它的排高价掉到了0.2196日元兑换一台币 一块钱的新台币 那么对照今年呢 这个台湾银行日元现钞排高价 最高点是0.237兑换一台币 那么现在是等于说10万块钱的日元呢 你当场这样算了一下 其实算一下你就可以现赚台币7000多块 那这样的一个金额其实就代表说 大概就是一张冲绳来回的机票 因为太久没有出去旅游了 都不知道哇 现在机票已经回到 这个7000多块钱来回冲绳这个水准了 好 但是呢 等一下也要聊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通膨 也造成了一些社会乱象 我们先来看这个日元 它持续下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牛老师您看到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所以看到了 已经开始在持续的贬值 而且呢 甚至市场看到会一路跌到明年 所以大家想说 那到底现在是应该是 赶快换一些日元呢 还是说要等待再后面的最佳时机 其实我坦白讲 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 日元会不会贬得更低 或者是呢 何时会贬得更低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透过 精算或者是理性的一些思考 完全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时机点 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更低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最好的一个出手点 是你认为 它能够去满足你心理上面的一个利益 也就是说心理上面的利益获得满足 你觉得这个时机点出手 会有一定程度的转头 我觉得就可以出手 因为很难判断 就像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去商家跟商店主买货品来讲的话 通常来说 你可能都会去做一个杀价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 你很难知道这个底价 那所以你在杀价或是bargain 或者是谈判的一个过程中间来讲的话 你只要杀到一定程度的价格 你认为这个价格可以满足你心理上面的一个需求 你觉得OK了 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你心里面理想的一个价格 那所以我觉得基本的一个逻辑 应该是这样 很难去做日币会被再跌 这个精算的一个切点 那前一阵子 我们也透过假日的时候 去日本进行一个消费 那确实会发现就是说 台币现在变得比较大 那以前你去吃日料的时候 去日本吃日料的时候 通常来讲的话 你可能是日本日币的价格除以2 那现在可能是除以3或3.5 甚至到除以4 那所以一般消费者来讲的话 其实都觉得非常非常高兴 现在去日本最划算 有赚到的一种感觉 所以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好像也需要 那个好像也需要 就买了一大堆东西 但是你回神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或许就是你在整个日币贬值过程中间 你的消费的盲点或是一个风险 那第二个盲点或风险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会发现到就是 日本它虽然日币贬值 但是它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通膨 那所以涨价的一个物品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某种程度 在消费的过程中间 你只是用它这个原价 去买到了涨价之后的原来商品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购买消费品的时候 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精打细算 Ras最近有要去日本的打算吗 现在日元很便宜 目前还没有计划 对 因为我们讲说 如果是这个投资小白来讲的话 我们说现在日元非常的便宜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就算跟 对台币之间的这个汇率的话 现在的台币可以多买一些日元 可是在这个投资操作上面 当然也要注意一些风险 你觉得那有哪些 其实地缘政治也是一种风险 虽然我们都认为 日本的政治是很稳定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散 国会再次选举了 那安天会不会继续当首相 也是一个问号 然后日本跟南韩 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是一个问号 目前跟南韩的关系是越来越好 甚至昨天有看到一支新闻 韩国政府在日本是卖一个国债 英文叫做Samurai Bond 所以很多外国政府或跨国企业 发现他们可以去日本借钱 是非常非常 目前非常划算 但是这个情况 会不会继续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离路正式 甚至什么时候会突然会转变 好 刚刚讲说 这个日本贬值造成了 有些通膨的社会乱象 戏刊富士这个杂志 最近就报导说 东京就有出现了不孝商家 透过这样的机会 哄台价格来骗一些观光客 那就有一位 到东京出差的美国人士表示说 他跟他的朋友在街上 被两名日本女子搭讪 结果一行人带到了餐厅 点了八杯饮料 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 竟然要4.5万日元折合台币 9900元台币 平均算下来 一杯饮料台币1200块 又不是酒 只是饮料而已 但这有点像是仙人跳 不过也就是 透过一个现象就看到了说 在这个通膨方面 日元的狂扁 当然带动了当地的观光 现在很多人一窝蜂的 往日本去观光旅游 但是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仙人跳的事件 不过我们说这个日元的贬值 造成通膨速度太快 除了刚刚讲到这个乱象之外 吴老师您觉得特别还需要注意 在社会上可能会引发 还有哪些问题 刚刚这个乱象蛮有趣的 因为里面提到两名女子 没有提到什么年纪 再就是去了餐厅 我想应该是酒吧 那点了饮料有没有含酒精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它是开发中国家人口仅次于美国 美国大概3亿3千万 日本大概1亿2千5百万 那日本的人口结构里面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老年化 少子化嘛 对 现在生不如死 就是出生率不如死亡率 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像刚刚这个故事里讲的 如果我们不是以偏概全的话 那看起来就是有 生活上比较困难的人 或者乡下来的女子 然后开始做这种半向诈骗行为 或者也许不到那么严重 也许不到仙人跳那么严重 像你刚刚说仙人跳没那么严重 但是表示社会上有的人谋生不易 日本其实退休金制度是蛮好的 他们有国民年金 像我们国民年金一样 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后生年金 有点像我们的劳保退休金 但你刚刚问题里面有个关键字 就是通膨太快 如果它这个物价涨得太快的话 对 是数字的问题 对 可能我领的钱过去 我是这样子 一个萝卜一个坑 怎么样做规划生活怎么过 突然一下买不起了 然后甚至更乡下的地方 有人生活不易了 就会出现这种用这种比较不正当的行为 来赚这样子的钱 如果这个像我刚刚有在强调 如果这不是以偏盖据的话 那就是一夜之秋 这种例子如果将来看到越来越多 就表示整个社会上会比较不安定 找工作不容易 那我们跟日本也非常接近 我们人口的结构也跟它亦步亦趋 就这个台湾也有特别小心 对生活上面其实对一般 这个寿星阶级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就是说像台湾也是嘛 就是说很多的上班族都觉得 薪水永远赶不上物价 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很贵 其实在东京这边呢 8月份最新的数据 整体CPI比去年同期上扬了2.9% 虽然说这个增幅是略低于经济专家所预估的3% 但是呢8月份如果不含 这个生鲜食品跟能源在内的CPI年比值是上涨4% 好要说的其实就是日本潜在着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通膨趋势 它目前仍然是存在着 可是现在讲到日元的这个走势 你可以看到是这位摩根大通日本市场研究部门主主管 叫做左左慕容 那一向呢他看这日元的这个趋势啊 算是蛮准的啊 他就直接就说呢 日元他看日元的走势可能会一路的跌到明年 他说日元对美元今年可能会点贬到152日元对1美元 2024他更觉得进一步会贬到155日元 那虽然说日本的央行今年可能会放弃 殖利率曲线控制政策 但是长期来看呢 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的是日本央行 因为我们大概看的是 他放任这个贬值 他到底在这个维持刚才讲说 货币宽松的政策 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因为日本货币宽松让日币贬值 当然对第一个是对出口有利 第二对观光有利 那第三个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国债的殖利率 因为他这个国债因为这个利率比较低的话 国债的利率比较少 对日本的很多的政府的债务支出 也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但是呢你一直让日币账很低的时候 也有很大的压力 第一个是你进口的东西变贵了 包括特别是日本是原有重大的一个进口国 所以呢原物料领主间上升 所以会产生一些问题 不过日本为什么现在不担心通膨 是担心通缩 所以他现在最快的就是希望尽速摆脱通缩的压力 不过第二个是因为通膨会造成什么 老百姓生活所以说会开始降低 很多的中低收入会变得很惨 因为大陆这个日本最近这个薪水并没有涨太多 但是通膨很惨 那很多中下阶级的社会 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压力 第三个是日币贬值 造成区货币也在贬值 所以彼此互相抵消 所以日本在出口 也得到好处 但是日本为什么一直不敢升值升息 第一个是因为我很多日本的国债 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300%的GDP 我今天一升息升值值率上升 我就要付出一二十兆的钱出来 政府的财政收支会有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日本最近要开放国防军费的资助增加 所以两个会让日本的政府财政压力更大 他的压力更大 而且日本是一个比较长期决策民族 执天荷兰他是一个鹰派的 照理说会打通膨升息的 可是他一上来就代表鸽派的思照 就说现在我的货币政策还是合理的 因为日本人是需要观望一阵子来看看这个东西 然后他第二个就是他放宽职业的曲线 就代表我一点试水温 那我们同仁的研究是认为说 日本什么时候会升息 其实是到可能明年的春斗以后 因为日本有一个春斗就是劳工在争取他的工资 那如果争取工资代表没有问题 代表日本经济是在向上 那向上以后他就有可能会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来这个升息 但是因为这个周周木龙 他没有考虑到日本其实整个产业正在变化 他包括这个军工武器会上来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还有半导体会上来 这个东西会带着很新的希望出口会增加的话 这个会长期来说日本日币就会有胜质的空间 市长现在看到说日元持续的贬值 当然跟贸易赤字持续有关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 因为虽然说日元一直贬 可是日本的出口贸易还是起不来 日经亚洲有分析说 这个尽管日元疲软通常呢对出口是有帮助的 可是日本出口却一直停滞不前 最主要的原因会是什么 因为日本这个就是说日币在贬值 那区域扩币在贬值 刚刚提的就是说抵消了日币的这个出口 第二个是呢因为通常币值 考虑到我们经济学上就这个价格虚弱台性 因为日本的东西都是中高级的 所以跌的涨的时候它不会减少很多 跌的时候也不会增加很多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因为日币在贬值的时候 进口成本增加 对它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东西都必须要考虑 当然日本出口的停滞 当然对日本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 对于这个日元贬值 其实就是进口商是苦哈哈 但是出口商是笑哈哈 因为根据我这边的数字 去年丰田的利润就大增了91亿美元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深心地人指示 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 请帮按赞订阅家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中文字幕提供